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广告刷微博刷屏嘛 因为广告的话你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做 做完了之后还去审核 可能我没有发任何动态 但是我在忙 所以说哎 再怎么办呢 为了生计 所以只能出一点自己拍东西来补偿你们 今年就是我没有以中国传统的大红色为主题来化这个妆 因为有很多粉丝告诉我说想要去见家长啊 过年了嘛 拜年是不是 大红色的口红啊什么的可能太贵霸气了 所以我就这次挑选了一个柔粉粉的那种颜色 看上去然后柔和一点 脸上呢贴了一个小张财猫 贴照财猫的原因嘛 对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桃红包吧 是不是 家长不知道看到之后会不会明白些什么 如果说你觉得贴的这些东西的话 看上去太过于复杂啊 太过于繁琐了 你们可以不贴这些东西 然后光这样子装也已经很可爱了 刘海的话是假的 我没有剪刘海 我没有剪刘海啊 你们说 因为我脸长 所以说我觉得剪刘海应该能缩短点脸的比例 然后下的太长了 穿这毛链遮一下 这样会显很长一会儿 哎 马脸的痛啊 YouTube上面很多粉丝跟我说让我不要快进啊 时间可以录长一点 可是你就知道我们这边很多平台上面是 限制时间和限制大小的 所以没办法 我只能快进 你们也见谅一下 因为不可能我要做两三个视频 这样分传不同的平台 是不是 新年快乐 是吧 不能防烟火 自己娱乐一下 好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接下来就看视频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好运当头 因为这个粉底液对我来说稍微颜色偏深了一点 所以我加一点那个Coverma W4号 就是调色的那个 哦 对了 我提一句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又便宜又好用 又大罐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设计有点不合理啊 这就是给了个盖子 给了几个洞 刷子大一点就撒在手心里 如果刷子小的话就像我这样 刷子上这样一点 然后在盖子里滚 滚到那个盖子里用完为止 就质点不好 但是它便宜嘛 我觉得这种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定妆效果很好 然后又很干爽 完成了 装上刷子的大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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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